终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我要问您解读的书是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 1910年11月 年过巴逊的托尔斯泰 登上莫斯科南部的一列火车 他放弃家族财富 走上了精神探索的旅程 他说 在这样一个周遭充满大众苦难 充满罪恶的奢侈生活里 我无法度日 之后虽然他每到一站 站长都会陪同地方官员劝他下车 但他坚决不从 一个月后 托尔斯泰因肺炎死在了 阿斯塔布沃车站站长市 如今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火车站的 托尔斯泰纪念馆的墙上 看到大文豪写下的话 一个人如果实现了两个愿望 他就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一 他成为有益于别人的人 二 他的良心是安宁的 良心的安宁 以及由此生发的忏悔 可以说是十九世纪 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 最能体现这一主题的 莫过于本期要讲的小说 复活 1887年的一天 一位法官向托尔斯泰 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妓女因偷窃一百卢布而接受审讯 一位贵族男青年作为陪审团成员参加了审讯 贵族青年认出妓女正是自己几年前诱骗的姑娘 她后来将姑娘抛弃 没想到后者竟沦落封尘 贵族青年良心发现 表示愿意娶她为妻 姑娘接受了她的求婚 于是 两人一个在狱中 一个在狱外 为他们的婚礼做准备 没想到后来 姑娘不幸患上伤寒死在狱中 贵族青年痛不欲生 从此没了阴心 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了托尔斯泰 贵族青年的忏悔 她的精神转变 让托尔斯泰品味出更多的内涵 她询问法官 能否允许自己写下她 法官欣然答应 1899年 历时十年之久 复活终于完成 小说近四十万字 基本情节与这个故事相类似 围绕着贵族 尼赫刘朵夫和马斯洛瓦两人的 情感救赎展开 并将其置入广阔的社会背景中 对于这部被称作 道德小说的巨著 托尔斯泰本人曾说 复活是她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托尔斯特传的作者莫德则认为 复活 充满了高尚的目的 孕育着一个伟大善良的人的成熟思想 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讲述尼赫刘朵夫在法庭上重遇马斯洛瓦 回顾往事 第二部分 尼赫刘朵夫多方辗转 希望解救马斯洛瓦 第三部分 尼赫刘朵夫追随马斯洛瓦 一起流放西伯利亚 下面我就按照这三部分进行解读 展现两位主人公 道德救赎和精神复活的历程 小说第一部分 尼赫刘朵夫已从军队辞职 生活忧郁 他的日常不外乎和有福之父 搞搞婚外情 回复各种来信 在城里遥控乡下的天产 到了傍晚 就去柯查景公爵家吃饭 和公爵小姐谈恋爱 某天 法院邀请他作为陪审员审理案子 本来是百无聊赖的事情 没想到却彻底改变了 尼赫刘朵夫的一生 法庭上 第三位出庭的是一位 二十多岁的妓女 罪名是毒杀一名商人 原来 一位与他交往的商人 酒醉后在旅馆胡闹 姑娘不得不去照看他 旅馆里有一对恋人当差 两人建议姑娘 给商人喂安眠药 姑娘照办了 但她没想到 那对恋人在安眠药里 掺了毒药 商人死后 这对恋人偷窃了 商人的钱财出逃 但在庭审中 这对恋人把全部罪责 都推给了那位姑娘 事情并不复杂 但让尼赫刘朵夫 大为震惊的是 她认出这位姑娘 正是十多年前 她抛弃的恋人 马斯洛瓦 于是小说暂时抛开庭审 插序了主人公的恋爱往事 第一次见到马斯洛瓦时 尼赫刘朵夫还是一个大三学生 年轻的她对社会抱有美好希望 对他人也充满爱意 在姑妈家 她认识了年轻的姑娘 马斯洛瓦 马斯洛瓦是私生子 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母亲生情的庄园主 也就是尼赫刘朵夫的姑妈 收养了马斯洛瓦 尼赫刘朵夫和马斯洛瓦一起玩耍 产生了朦胧的爱情 正如书中所说 那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 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 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 后来尼赫刘朵夫因为学业 不得不离开时 马斯洛瓦还躲到门廊里 放声大哭 三年后他们第二次见面 尼赫刘朵夫以大学毕业 升任军官 正要动身前往前线 途经姑妈家 特意停下来去见马斯洛瓦 不过此时 尼赫刘朵夫已经今非昔比 他不再是可以为一切美好事业 献身的热血青年 而变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进入社会的每一天 他以往的信念都在经受着摧毁 他依照理想认为是好的东西 别人都认为是坏的 反之他凭借理想觉得是坏的东西 别人都认为是好的 比如 当他想要和人讨论上帝 真理 贫富等问题时 别人就觉得他输呆子气 当他生活节俭时 人们说他不安适事 而当他挥金如土时 别人都夸他风雅脱俗 当他认真对待女性时 人们就怀疑他有生理缺陷 而当他花天酒地 抢夺别人的女朋友时 大家反倒夸他有能力 连他的母亲都很引以为好 渐渐地 你和刘朵夫不再相信自己的信念 转而相信别人 随波逐流 反而让他获得赞扬 他逐渐屈服了 入伍后 更是变本加厉地 堕落下去 虽然你和刘朵夫已经变得自私自利 但是当他见到马斯洛瓦的一瞬间 似乎时光流转 他重回到单纯的爱恋中 找回了那个充满人性的自己 他听到马斯洛瓦的脚步声 说话声笑声 内心就难言喜悦和激动 他和马斯洛瓦去教堂 参加复活节进化礼 仪式结束后 人们互相亲吻祝福 马斯洛瓦圣洁动人 你和刘朵夫的内心 也充满了爱的感动 神秘的信仰 将两人心灵连接在一起 但是美好的时间太短暂了 你和刘朵夫身上的受刑欲望 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正如小说中所说 以前你和刘朵夫认为 精神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我 而现在他则觉得 兽性才是人本身 当天夜里 你和刘朵夫喝多了酒 粗鲁地诱监了马斯洛瓦 之后他以心神不宁地自责 还硬塞了一百卢布给马斯洛瓦 然后最后还是安慰自己 许多人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至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根本不必纠结 肮脏的想法很快化解了内心的歉疚 他心满意足地离开姑妈家 追赶远去的部队 五个月后 马斯洛瓦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热切盼望你和刘朵夫能回来 对肚子里的孩子也充满了母性之爱 终于有一天 你和刘朵夫从前线返回 途经姑妈家却并未下车 马斯洛瓦赶到车站时 火车已经快开了 他在站台上奔跑着 寻找车窗里的身影 他终于看到了 你和刘朵夫正在和战友谈笑风声 玩着直拍 马斯洛瓦敲打车窗 里面的人没有听到 列车猛地震动 缓缓开走 站台工作人员将马斯洛瓦推到一边 但他仍在雨中的站台上跑着 直到火车远去 他再也追不上 马斯洛瓦双手抱头 放声痛哭 风雨打在他身上 他心如死灰 甚至想等到下一趟火车来 就卧轨自杀 但是就在那一刻 肚子里的孩子猛地一动 马斯洛瓦的愤怒消失了 他平静下来 理了理头发和衣服 向家的方向走去 这一刻成为 马斯洛瓦人生的临界点 随着火车离去 希望和纯真也随之远去 此后 马斯洛瓦把往事都埋葬了 他怕别人知道怀孕之时候羞辱他 情绪变得暴躁 甚至开始顶撞主人 不得已 他辞去庄园工作 寄居到乡下一位寡妇家中 在那里 他生下了孩子 并托人送到御英堂 但是刚到御英堂 孩子就死了 之后 马斯洛瓦又到一位官员家做工 因受官员侮辱 不得不离开 他进程找到开洗衣店的姨妈帮工 但因洗衣店的工作太苦 他无法坚持下来 他又去别人家做工 那家的儿子 企图对他不轨 女主人怨恨地将他赶出家门 他想过安稳的生活 曾先后与一个作家 和一个店员恋爱 但他们都抛弃了他 马斯洛瓦已经无路可走 最终 一个前客将他带到了妓院 在那里 所有的人都加速了他的沉沦 老宝们拿他当摇钱树 男人们把他当玩物 他很快陷入到社会最底层 马斯洛瓦无法理解上帝 为何如此安排自己的命运 最后 他索性不去向这些了 苦慢了就抽烟喝酒 随便找到男人条条情 在自我麻醉中度日 直到遇到那个被人毒死的伤人 被送上法庭 我们回到法庭 你和刘朵夫本以为法庭 会判马斯洛瓦无罪 但那些法官 要么只想草草了事 好赶紧去会情人 要么刚愎自用 目空一切 要么空谈腐化堕落的世纪末罪行 法院为马斯洛瓦找来的律师也胆怯无能 经过一番混乱的神力 马斯洛瓦最终背叛 刘放福苦意 此时 你和刘朵夫内心经受着风暴 他想帮助马斯洛瓦 但是又担心暴露过去的丑行 可是 沉重的罪恶感牢牢地抓住了他 让他不得不反思当年的行径 以及马斯洛瓦和自己的人生 回想起当初的纯洁恋情 而今天 马斯洛瓦在法庭上饱受无助和悲伤 自己更深深地落入了愚蠢 空虚 苟安平庸的生活落网 看不到任何出路 他年轻时性格直爽 发誓要永远说实话 可如今 完全掉入虚伪的泥脑 就连他与公爵小姐 可扎紧的婚事 也变得又可耻又可憎 他想到了自己曾信奉的 灵魂净化观念 以前他曾试图清除灵魂里的污垢 但都半途而废了 这一次 他决定不能再错过赎罪的机会 你和刘朵夫拿定主意 他要向人们说明真相 并帮助马斯洛瓦提起上诉 他首先鼓足勇气去牢里探望马斯洛瓦 重逢恋人 马斯洛瓦当然异常惊诧 他不敢相信 喃喃地说 您好像是 但我不敢认 你和刘朵夫说 我是来请求您饶恕 马斯洛瓦冷静下来 他当然没有忘记 这个男人的冷酷 他告诉自己 眼前这个衣冠楚楚 脸色红润 胡子上洒香水的老爷 也不是自己爱过的那个人 而是玩弄自己的诸多男人之一 这样一想 马斯洛瓦反倒变得轻松了 他决定先从这个阔老爷身上 得点好处再说 于是 向尼和刘朵夫露出妖魅的笑容 暗示他请有名的律师为自己上诉 临走时还向他要了十卢布 尼和刘朵夫有些怅然若失 他看出 马斯洛瓦也已经丧失了原本的纯真 他甚至想到要放弃 但又转念一想 马斯洛瓦现在自甘堕落的状态 不正需要自己重新唤醒 使其恢复善良的本性吗 第二次来探望时 尼和刘朵夫带着申诉状 请马斯洛瓦签字 并明确向他表示 自己决定和他结婚 这一次 马斯洛瓦被压抑十几年的情绪 突然火山般爆发 他痛诉多年来所受的屈辱 对结婚的提议不屑一顾 他说 你今世利用我来作乐 现在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的来世 我讨厌你那副嘴脸 走 你给我走 第三次探视时 马斯洛瓦态度平静些了 他请尼和刘朵夫原谅自己的过激行为 但还是告诫尼和刘朵夫 打消结婚的主意 尼和刘朵夫仍然不愿放弃 对马斯洛瓦说 无论你被流放到哪里 我都跟到那里 小说的第二部分 主要讲述尼和刘朵夫 在彼得堡的活动 在那里他见到了各级官员 有的是亲戚 有的是他老同学 有的是别人推荐的位高权重之人 这些人让他见识了俄国首都司法界的专断和无能 律师告诉尼和刘朵夫 案件将由彼得堡 舒密院重审 但胜算不大 尼和刘朵夫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马斯洛瓦被流放 他将随之踏上流放之路 果然 舒密院 维持原判 然而到了启程前往西伯利亚的日子 七百多名犯人排开长队 在大街上行走 伴随着脚步声 吆喝声 人群的说话声 浩浩荡荡 尼和刘朵夫觉得 他们像一群灰色生物 丧失了人类的特征 天气炎热 有个人中暑倒地 然后死去 尼和刘朵夫雇了一辆马车一路跟随 在女犯人队伍里 他找到了马斯洛瓦 但未等交谈 就被警察带走 犯人们终于上了火车 一片混乱 尼和刘朵夫找到马斯洛瓦的车厢 告诉他自己将坐下一趟火车去流放地 马斯洛瓦请他帮一帮车厢里 一位正临产的女犯人 车上的长官却说 那就让他生好了 等生出来再说 列车开走了 马斯洛瓦站在窗口 望着尼和刘朵夫 露出凄苦的微笑 小说到了第三部分 主要描写了流放途中的建文 以及尼和刘朵夫和马斯洛瓦的精神变化 火车到了西伯利亚某城市后 尼和刘朵夫找机会 将马斯洛瓦从刑事犯队伍调到政治犯队伍 处境稍稍稍好转一点 马斯洛瓦在政治犯中认识了几个朋友 其中一位是女政治犯 朴素而高贵 富有同情心 因为厌烦家里的贵族生活而逃离 后因主动替同伴承揽罪名而遭流放 另一位男性政治犯叫西蒙松 思想独立 富于理性 他从小就瞧不起军官父亲 挣来的不义之财 于是离家出走 参加了民粹派 后来在乡下教书时 因宣传革命理念而被捕 西蒙松爱上了马斯洛瓦 他想帮助马斯洛瓦 流放途中 你和刘朵夫只见过马斯洛瓦两次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 马斯洛瓦又瘦又黑 也变老了一些 头巾紧紧裹住头发 丝毫没有了妩媚的味道 你和刘朵夫不由感慨 十几年前 他对马斯洛瓦的爱是失意盎然的 第二次庄园见面时 自己只是迷恋他的肉体 判决后 自己的爱尽管真诚 但多少还是包含着满足虚荣心 和完成责任的意味 而现在 面对沧桑的马斯洛瓦 他内心涌起的是 纯粹的怜悯和同情 不仅对马斯洛瓦 对一切人都如此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心 而是感同身受之后的 平等的同情心 西蒙松决定和马斯洛瓦结婚 想征求一下 你和刘朵夫的意见 你和刘朵夫知道马斯洛瓦是不希望拖累自己 于是他只说 我不是自由的 可他享有自由 西蒙松走后 你和刘朵夫又找到马斯洛瓦探问情况 可是 马斯洛瓦不知可否 就在此时 你和刘朵夫收到了彼得宝寄来的信 马斯洛瓦已获得简刑处理 你和刘朵夫将这一好消息带给马斯洛瓦 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 马斯洛瓦回答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 西蒙松到那里 我就跟到那里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罪呢 您受罪也受得够了 你和刘朵夫则说 我还将继续为您处理做事 马斯洛瓦回答 何必算账呢 我们的账 上帝会算的 这让我们想起第二次去监狱探视时 马斯洛瓦责骂尼和刘朵夫 别指望利用我拯救你的来世 到这时 当马斯洛瓦说出我们一词的时候 其实就表示 他内心的怨恨已经化解完了 告别时 马斯洛瓦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请您原谅 马斯洛瓦的选择 让尼和刘朵夫感到惋惜 但他从对方的眼神和口吻中感到 马斯洛瓦决定离开 是出于对自己的爱 这其中的情感确实是复杂的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从个人层面 马斯洛瓦确实不愿意束缚尼和刘朵夫 他深知尼和刘朵夫 正陷入道德责任中 我们还记得 尼和刘朵夫曾对西蒙松说过 我是不自由的 可是马斯洛瓦是自由的 这种不自由就是指他的道德责任 他的罪与罚 当然不自由也是相互的 尼和刘朵夫第一次去探监后 马斯洛瓦曾敏锐地感受到 尼和刘朵夫要把他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也就是尼和刘朵夫的世界 马斯洛瓦本能地加以抵制 因为他遇见到在那个世界里 他将丧失现在的自由生活 从而也就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 因此拒绝尼和刘朵夫 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 如果说尼和刘朵夫最初决定拯救马斯洛瓦 是为了偿还良心债 那么他已经获得了自我超越和灵魂升华 从这个意义上讲 尼和刘朵夫的自我救赎早已完成 他的精神早已是自由的了 那么在不在一起 又何必看重呢 其实他的精神自由也源于马斯洛瓦的成全 马斯洛瓦给予他的 远比他给予马斯洛瓦的多 在流放途中 尼和刘朵夫也接触到很多政治犯 常去他们的房间聊天 这使他对俄国社会的反思越加全面深刻 陪同马斯洛瓦流放之路也是他思考升华的旅程 以前他不赞同革命 但现在他对革命者横遭报复的命运甚为同情 他们之中确实有投机分子 但多数人的道德标准高于一般人 此外 他对流放的刑事犯的观察也日渐深入 他发现 他们入议多败源于司法腐败和暴力 这种暴力的氛围也在犯人间传递 犯人被释放后 又将这种暴力带到民间 广大民众现在都变得缺乏道德感了 尼和刘朵夫常常感到困惑 所谓的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 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何存在的必要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机关 才产生了大量的监狱和成千上万的犯人 许多真正高尚的人也被投入监狱 与此同时 那些毫无道德的官僚们 却可以滥用权力随意处置他人 他还曾跟姐夫有过一段争论 姐夫认为司法是必要的 司法的存在就是在伸张正义 尼和刘朵夫并不否认惩罚截止 但他觉得现在的司法体制正沦为统治阶级工具 而且正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冤案和矛盾 这无助于长时段的社会文明的进步 他不有感叹道 人吃人不是在原始森林 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各局 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 说白了 司法腐败催生了民众的道德堕落 小说的最后 一个英国人获准去监狱探视 将福音书分发给犯人 你和刘朵夫担任翻译陪在左右 当他拿起福音书阅读 便被深深吸引了 他读到了这个故事 人子的主人免除了仆人欠的债 这仆人出门遇到另一个同伴 这同伴欠着这仆人一些银子 于是仆人揪住同伴扭送到官府下了狱 主人听说后叫来仆人对他说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你和刘朵夫想起借助司法手段 行罪恶之事的人 他们自己有罪 却想纠正别人罪恶 借由这个故事 他似乎懂得了 要克服骇人听闻的罪恶 唯一可靠的办法 就是在上帝面前 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 永远饶恕一切人 接着 他又在福音书的五条截律中 看到了在人世 建立美好秩序的可能 你和刘朵夫最终得到起悟 从那天晚上起 他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他之前所遭遇的一切 也从此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 通过福音书的结局 你和刘朵夫的复活 也具有了精神洗礼 和宗教关怀的维度 以上就是复活的主要内容 小说涉及的现实场景 异常广阔 人物众多 托尔斯泰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他亲自调查了监狱的状况 阅读大量苦疑犯的案卷材料和回忆录 还去彼得堡仔细观察了 大法官们如何工作 他甚至还绘制了一张 法院的建筑草图 以并写作更有现场感 托尔斯泰还因此得罪了当局 小说被审查机关 删减了五百余处 对社会状况的全面掌握 让小说的描写异常细致犀利 比如 你和刘朵夫探监经历时 小说写道 玉里嘈杂混乱 臭气熏天 密集的铁丝网 隔开内外两个世界 犯人的脸色苍白而麻木 玉立愤怒地咒骂 很多犯人和家属 拦住你和刘朵夫求援 或者向他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 面对这种病态的社会 你和刘朵夫感到生理上的极度恶心 同时也生出一个疑问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在彼得堡为了帮助马斯洛瓦 你和刘朵夫不得不求助于贵族权 切身体会到社会的腐败 正如律师对他说的 我们总以为检察官 真讯官都是些自由派 都是新派人物 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 可现在完全变了 他们是官僚 只关心每个月20号的薪水 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 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 要审判谁就审判谁 要定谁罪就定谁罪 比如一个年轻姑娘 因为替朋友保管了一些革命书籍和文件 就被捕入狱 关了七个月 你和刘朵夫求了一位贵族夫人帮忙 这女人一句话 姑娘被释放了 而这位贵夫人之所以帮她 不是为了主持正义 仅仅是为了勾引你和刘朵夫 再比如 一位母亲想去探视一下被关押的政治犯儿子 并想带一些书给儿子 你和刘朵夫为此求见 专管政治犯的一位老将军 将军年轻时 因镇压农民起义而晋升要职 在她的观念里 天下万物都可以改变 但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变 至于政治犯们在狱中发疯 死于牢病或者自杀 她一概视而不见 你和刘朵夫找到她时 她正和下属就灵魂问题占卜问卦 将军拒绝了你和刘朵夫的请求 因为探视政治犯 不在上司的命令里 至于书籍 监狱里已经摆了很多 无需再送 你和刘朵夫无奈离开 将军继续占卜她的灵魂问题去了 小说的这些细节描述如此微妙 深得契赫夫的称赞 你和刘朵夫替马斯洛瓦上诉 在彼得堡担任副检察长的 是你和刘朵夫的大学好友谢列宁 谢列宁年轻时正值诚恳 学业优秀 后进入政府机关 政治消磨了她的意志 她渐渐沉溺在她原本不信的宗教教义中 你和刘朵夫质问谢列宁 为何不撤销原判 谢列宁则不慌不忙 大谈了一通维护正义的空话 又岔开话题 大讲特讲什么宗教教义 老友见了 了无声许 你和刘朵夫除了见证了 彼得堡高层精神空虚 别无所获 可以说 你和刘朵夫在彼得堡遇到的所有官僚 都对无辜之人遭受的灾难根本无动于衷 一心只想清除 威胁着他们利益的人 一群农民基督徒 因为未按教会规定的解释 去阅读福音书 就被拆散家庭 流放到不同的地方 而办案人员却厚颜无耻地说 这是捍卫人民利益和国家观点 社会诸多弊病 司法界尤其腐败 下层民众身处不幸 托尔斯泰对此深表同情 但是怎么才能使人们和谐地相处 他试图寻找到化解社会问题的终极办法 通过不断地审视传统哲学和同时代思想 托尔斯泰最终认识到信仰问题的重要性 他在同时期的《思想自传》《忏悔录》中说 只有信仰给人类答复了生命的问题 而使得人类活下去成为可能也因为有信仰 他相信宗教信仰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美好的富有道德感的关系 也因此引出了复活结尾处的宗教主题 这个结尾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其实这要说到托尔斯泰晚年的思想转变 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 托尔斯泰突然陷入了精神迷茫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 这大概与他逐渐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有关 在《忏悔录》中 托尔斯泰也记录了自己的危机感 他说 问题在于 为什么我要活 为什么我要希望什么 为什么我要做什么 不可以这样来表达 人生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是那等待我们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所不能摧毁的 最终 他认为只有宗教信仰可以帮助他 从虚无中走出来 走向广阔的世界 但是托尔斯泰对教会里的神学家很失望 因为这些人的生活 和他们宣讲的原则如此背道而驰 他们过的是一种贵族老爷生活 宗教在他们那里 只是圣餐仪式 宗教礼拜 斋戒 和对圣像圣物的崇拜 是一套固定不变的仪式 比如 你和刘朵夫在彼得堡有个姨妈 他狂热信仰宗教赎罪学说 某天晚上 姨妈请来神府讲道 一批衣着鲜艳的贵族太太小姐来听 神府说到动情出 潸然泪下 房间里 响起一片哭声 突然 神府右边的容光焕发 露出那种演员表示 欢乐的 可以乱真的微笑 声音温柔甜蜜地说 现在得救了 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流了血 他情愿为我们受苦 于是仪式结束 皆大欢喜 神们就像在剧院里 经历了一场虚幻的人生救赎之旅 这种极具表演性的仪式 让你和刘朵夫觉得恶心 某种程度上 这也正是托尔斯泰自己 对教会的态度 反倒是贫穷者的信仰 让托尔斯泰看到了某种灵魂的安详 这也是此后 他全神贯注于 普通民众生活的重要原因 他追求的是在信仰中修炼德性 劳作 谦卑 受苦 仁慈 才能在真实生活中 实现人生意义 才是基于爱与被爱 而结合在一起的精神 复活中 也曾描述过民众信仰的感人画面 比如 你和刘朵夫和马斯洛瓦第二次相见 去教堂参加复活节进化礼 一切都是那么神圣 人们互相亲吻祝福 连乞丐都饱含热泪地 拥抱马斯洛瓦 向他祝福 马斯洛瓦的眼中透出圣洁的光芒 你和刘朵夫的内心 也充满了对人世之爱的感动 神秘美好的信仰 将他俩的心灵连接在一起 人们从教堂出来喜悦地喊道 基督复活了 在这一画面中 托尔斯泰寄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信仰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信仰即生活 生活即信仰 在随马斯洛瓦流放西伯利亚图中 你和刘朵夫完成了道德拯救 他以前也知道福音书 但当他在旅馆里打开它时 他才真正第一次理解了书中的内容 经历了如此多的艰难 目睹如此多的苦难之后 他才意识到此书的意义 福音书照亮了你和刘朵夫这一路所行之事的意义 也启发了他对这一切的理解 他不仅学会了爱个人 更学会了爱众生 所谓整个人类的复活 必然在这一宗教情感中才能实现 你和刘朵夫的精神炼狱 完美地诠释了托尔斯泰的生命理念 通过爱他人的灵魂 通过对自身神性的觉悟 达到与上帝越来越紧密的结合 就是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所在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托尔斯泰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完成了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转变 复活正写于这一阶段 因此这部小说也是他灵魂紧张的戏地 他曾在其哲学论集《生活之路》写道 通过爱他人的灵魂 通过对自身神性的觉悟 达到与上帝越来越紧密的结合 就是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所在 在托尔斯泰看来 真正的信仰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器物 信仰在生活中 而生活在对信仰的表演中 俄国当时的教会固守宗教仪式 并不关心宗教的内涵 托尔斯泰对教会的质疑 终于触犯了高层 在写完复活后 教会秘密派一位神府 收集检举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 两年后 俄国东正教总管理局 革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级 对于托尔斯泰转向宗教 同时代有的人觉得可惜 比如契赫夫就认为 用福音书做结尾解决问题 就跟把犯人分成五种一样转横 而托尔克涅夫临终前 写心劝他 我的朋友 请您回归到文学事业吧 言下之意 托尔斯泰迷恋宗教思想 是在浪费自己的文学才华 当然 我们也可以稍稍为托尔斯泰 做点辩护 托尔斯泰对革命 多少还是持有一种 游异态度的 他曾说过 人们总是期待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发生 但这是无意的 应该期待更为巨大的精神上的转变 这就是人们宗教意识上的觉醒 比如在复活中 一方面当在火车上遇到一伙工人时 你和刘朵夫认定他们 是真正的新人和真正的上等人 另一方面 他有不信任民众 对他们的道德堕落忧心忡忡 再比如 一方面他器重革命派人物的高尚品德 另一方面 他在某些革命派领导人物身上 又看到了狭隘 甚至极端的一面 这种心态也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俄国作家的普遍心态 当他们无法预见 未来社会解放的具体情形之时 他们选择别的社会进步方案 比如 托尔斯泰找到的是宗教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虽然如此 复活并未因宗教思想而变得乏味抽象 俄国著名批评家巴赫金认为 复活的批判性描写 所呈现出的对现实的审判激情 托尔斯泰在描述中 精心锤炼而成的艺术批判手法 迄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典范 对于托尔斯泰的作品 人们经常争论 战争与和平 安娜与卡列尼娜 复活 这三部著作哪一部更伟大 不同作者在不同的时代 答案大概也不相同 在中国 对复活的翻译介绍 一直超越其他两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就有了多种译本出版 二十世纪的中国 正好处于革命和启蒙的时代 复活给一代有识之士 提供了抗争的灵感和情感支撑 即使历史已经改变 复活中呈现出的诚恳的忏悔意识 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 依然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培育的 弥足珍贵的德行 正如作家本人在《生活之路》中说的那样 不要到神殿里去寻找上帝 他就生活在你的心中 好 托尔斯泰的复活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